选战消息 柯文哲洗钱案在延烧MG149账户上楼的402专户 审计长林庆龙说 接受捐款却没上报主管机关 违反了公益却募条例 但是柯文哲回应他并不知情 柯文哲一早慈右宫拜拜 却塞车大迟到 而怎么慈右宫董事长也没现身 陈董事长说非国民党的人他都不见了 他今天有事情 他今天有事情不是这样的 不是不见的 大家只能拼拼还假 哎呦不会啦 这种妙语都是善然信仪 而MG149账户上游的402专户 到去年底累积结余高达10.67亿元 但省计长直指接受捐款 却没有上报主管机关 捐助来源和用途排面下自己来 台大运违反劝募条例 难道常常说自己最聪明的柯文哲并不知情 我怎么知道 我只是在按照台大运的规定在跑 传换我们那些秘书 他听过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们回去主动说明 而联系文再推政策广告 不过竞选团队却传出内讧 财经员作风强势许多幕僚敢怒不敢言 逐渐和七年级幕僚形成老爷帮和宵贵帮 太夸张了 我不敢讲说每一个人对我都是百分之百福气 但至少都会依我的要求去执行他们要做的事情 选战剩下不到两个月 要面对对手之外 内部幕僚如何卡位 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明显 记者综合不到 感谢观看